立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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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志杰其實在這樣比賽 並沒有太多刺繞的技巧 所以萬倫教練其實他把 夫事當把子用 看起來比較像是要傳給籃下的常人 又要做一個補籃 結果 我就不是星巴 對 沒有星巴在 忽然標誘 智晟總是這樣比賽要突圍的話 絕對要有除了這些老將之外 球也不夠有做出貢獻 回到兩天以前才會知道事情的真相 快速的導船 又是 Thank you Terry 外圍擋出一個光打 球名刺激 利用曾祥君在外圍做一個簡單的掩護 所以當一手區域防守的時候 對方只要在外圍有一個擋人的機會 其實林志杰 至上他開火的機會是存在的 曾祥君選擇打本 前一場比賽林志杰打的時間其實不長 只有打了18分鐘 三分球進 球給志杰 今天他這個效率實在是太好了 林志杰今天是板凳出發 這是第三顆的三分球 得非來到兩位數了 這是一個違反運動精神犯規 因為無時出腳 裁判的動作滿明顯的 先吹了一個U 然後再比說他出腳 林志杰在目前上半場已經攻下了10分 五個籃板 另外還有四次的助攻 能夠傳出助攻來幫助隊友 哇 聽到野獸大叫一聲 林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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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的籃板板 高度就在那邊了 然後這個球高國豪硬勢 破壞掉 目前為止 工人師收回了一些分數 原本在進入到第三節 是落後20分以上 喔 沒錯 果然 志杰 外圍直接拔起來 就 三分 哇 這哥的三分線 又把比數拉開到了20分 目前為止 已經24分的進場 哇 看志杰的防守 從大老遠的地方協防 就位給麥 在虎嶺 直接拉到外圍 稍微短了 哇 這個球 哇 來看一下喔 今天 林志杰 在外圍 連續的標分 三分線的把握 真的也滿高的 這場比賽 他投進了四顆的三分球 再來就是 他不只是會得分呢 九個籃板 另外還有五四的助攻 所以他用不同的一個方式 去幫助球隊 然後命中率也夠水準 一波 星巴在場上的時候 攻擊球是更快的 再開一個後門 第一次沒開成 第二次開到了 哇 BAT DOOR 給到了 林志杰得分 這個數據顯現不出來的功用 欸 漂亮的給球 找到籃底下 哇 這個傳球高無豪自己 沒有把球控制好 發生失誤了 聽從給到是志杰